这是谁会让的呀 改了帽了我的老baby 猴爷会让了一个光绪冰煤 铜制细路的粉彩盘 然后夹到的蝉脂脸 蝉脂脸碗 真不错 都是全品 全煤品 感谢猴爷 客气客气客气 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关注救货大尾 刚才大家看了 我在北京很有名的一个网红 北京猴爷 他那收了这三件器物 一二三 他也是玩了好多年老瓷器的 所以呢 也是拜访一下 然后这几个货 拿一拿 学一学 过过手 也是为大家逃一逃 就这个小牌吧 咱们先说这个 这我刚发朋友圈 然后就一个厦门的大姐 就给拿走了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了 这个画的非常细 啊 铜光时期的 三多福寿小笛 将近十吧 他的这个直径九点多 这是粉红的蝙蝠和寿子 然后这是寿桃 佛寿十六 多福多子多寿 然后呢 还有一个铜制的本年款 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器物 我也是特别喜欢 然后还有一件 这个就是一眼佳道 个人看偏道光 就基本上就是佳道吧 管这个时期 产枝莲啊 也叫产枝花卉 都是全品 看这个所有点多么的均匀 距今也二百年了啊 二百多年了 保存这么完整也不易 看他的胎质啊 很干老 清花和产枝莲 清莲 取了一个为人清莲 为官清莲 这是我开的灯啊 灯会有一些黄 自然光下咱们看到的应该是温润如玉 没有这么亮 好这件也先放这啊 然后最喜欢的其实就奔着这个去了 这是一个冰梅 这是什么时期的呢 大家一看啊 其实就知道这光绪的啊 不是康熙的光绪的冰梅 他这个冰梅文 这种技法 哎呦 花点珍细 像这种用清花来当背景 用这个白 去绘画的这个叫清花留白 也叫粉清花 这种器物用的这种枯料呢 就会更多一些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多细 这是铁锈斑啊 一个时代的一个痕迹 氧化了 这个梅花香自苦寒来啊 非常不错 冰梅罐 这些冰裂 然后咱们看看它的底 看双蓝圈温温如玉 用这么照一下 哎 有光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曝光 真是跟玉面似的 氧化呀 二百年了 看它的胎族啊 非常的干老 摸起来 摸起来手感啊 不错啊 淡淡的火石红 这种都不是做的 有的那做的火石红 都非常的生硬 涂了一堆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若隐若现 然后咱们看它的口 这美中不足啊 就是这有一个小飞瓶 但它 你看这么这么着看还没有 这么看也还行 但是呢也是飞瓶 然后这呢差点飞瓶 没飞还没飞了 有个小痕迹啊 品像这种品像算非常不错的 接近于全品 看它的内部 黑乎乎的 内部有所有点 原脏原旧 可能看不清楚啊 反正就是这么一件器物 也是非常的喜欢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三件 旧货大尾 最近要疯狂的逃货 只有不断的买 不断的过 过手 才能真正 感受这种老器物 才能以后啊 不打眼 不交学费 不能说不交 少交学费吧 您觉得怎么样 好感谢您关注旧货大尾 咱们下个视频见 大家多点赞啊 多评论 然后多转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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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